喔 是的 又到了母式流信箱的時間 我想 是享受這個做菜的過程 好 這題 我直接做給你看 我們先從第一題開始 母式哥你好 我是一名80後 十幾年前看了美食大三通 認識了你和曾國成 就非常喜歡你們兩個的主持風格 特別是節目中的美食 雖然在大陸看你們的節目 我都只能去找資源下載來看 但是我一看一看了好多年 因為工作的原因 想來台灣玩的計畫一拖 就是拖了十幾年 看到你在B站有頻道 我非常的開心 希望你目前的這個節目 可以做一些 介紹台灣當地美食的做法 還有就是 我想要一張你的簽名照 這可是我34年中第一次要簽名照啊 拜託 拜託 好 我答應你 我就要我們的工作人員跟你聯絡 好不好 我們盡可能寄一張簽名照給你 好不好 再來 請問您 攝影的廚房是自己的住家嗎 還是是攝影棚呢 我現在你所看到這個地方是我的工作室 當然也可以住啦 但我住不住在這個地方 一般料理的廚房 想裝潢成那個樣子的話 預算大概要花多少錢呢 對 家裡很大耶 因為這個廚房其實還蠻大的 你如果把中的中島拿掉 但因為這個 這是水泥做的 你可以不用水泥 用木頭做 木頭架一架 那上面呢 可能貼一些美奈板啊 類似像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不含 瓦斯台冰箱啊那些都先扣除掉 應該來個30萬應該起得來吧 燈光啊什麼東西都應該起得來 對一般家庭料理而言 要設計一個廚房的話 有哪些設備是需要考量進去的呢 冰箱你需要嘛 對不對 瓦斯台你需要嘛 然後水槽嘛 然後如果允許的狀態下 我會覺得收納空間可能需要 那你要設計看 比如放醬料的空間 那我會建議如果說你的廚房 你在烹調的習慣 你的用具相當多 那你的收納空間可能要稍微多一點 因為你總是希望說 廚房一眼看去是乾乾淨淨的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收納要稍微注意 差不多就這樣子嘛 想請問詹姆是 每一種料理的食譜 做法烹飪的時間 食材比例之類的 你都是記在腦海中嗎 還是有自己做筆記資料作為輔助呢 因為我常常自己學了一道菜之後 常常沒多久就忘了 會啦家庭主婦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我們常常在做菜的時候 從一開始在學做菜的時候 我們會非常依賴食譜 那因為依賴食譜的情況是 甚至說有人會非常非常依賴到什麼程度 好比說我們上面會寫說 食譜上面寫說 顏事量啦 或是少許啦 大家就會很生氣說為什麼 你不寫清楚 比如說幾公克啦 或者什麼 首先做菜 食譜上面也好 或是我們在節目上面 我們所呈現出來的 只是在跟大家分享 食材跟食材的搭配 或者是食材通煮的 比如說我們常常會講說 要煎到什麼時候啦 炒到什麼樣的狀態啊 因為這些很重要 那至於調味裡面的鹽啦 胡椒那些 那是因人而異 每個人我覺得不鹹 你可能覺得很鹹 或者是我覺得這味道很淡 你可能覺得很濃 這都不一定 但是食材跟食材上的搭配 這很重要 那至於說 你在煮菜的過程 是比例啦 什麼 有人講說啦 就是手中無蹭土 心中有精良 這是我們有時候在跟 就是我們的徒弟啊 或者是跟朋友在聊的時候 會講 那事實上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烹調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開始會有一些 你自己的邏輯 你自己的邏輯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運用你的邏輯 做一些你自己喜歡的菜 所以我的食譜 其實說真的 我從來沒有造的食譜 我也沒有做筆記 我知道有些廚師 他的習慣性會做筆記 這很好 因為他可以把這個 像郭主義、郭師傅 他都是用手寫他的食譜 他說他要把這個東西 傳給他的小孩 我覺得這很棒 那我也問過我小孩 我小孩說他不要 他不需要 他吃就好 其實做菜其實 是享受這個做菜的過程 在這個中間 如果說你太focus 但我必須講 你如果剛開始在學的時候 你是需要花時間 就像背英文單字一樣 或是文法 你想你在講英文的時候 當你開始 你有這樣子的單字的量 你有文法 你都會的時候 當你跟人家在對話的時候 難道你還有腦袋 一直在想文法嗎 你沒有啊 你就是很自然的人 你就可以開始行雲流水 我覺得做菜也是一樣 基本功練好了 接下來就是你自由發揮 你就可以真的享受做菜的音樂 好不好 佳穎主婦加油喔 好厚 詹姆士你好 我是對烘焙甜點 有興趣的人 雖然拿自己的作品 給朋友吃的時候 都得到很不錯的評價 可是看到網路上 其他人的作品之後 就對自己很沒有信心 也對自己的程度產生懷疑 想請問詹姆士 你這一路走來 有沒有遇到別人 比自己強的時候呢 有那種打擊自信心的感覺嗎 有的話 你又是怎麼調整自己的呢 你真的太客氣了 我這一路上有沒有碰到 遇到別人比自己強 我跟你說 每個人都比我強 就像念書一樣 我常跟人家講這個例子 就是你書讀得越多 你就覺得自己越不夠 人家說學海無涯 它沒有終點的 所以你越多你越害怕 你越覺得自己不夠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自己不夠 我真的常常覺得自己不夠 所以有時候我看到一些 我沒有看到的技法 我沒有吃過的食材 我會隨時告訴自己要 豐滿好奇心 哪怕是這道菜 你可能在看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也沒什麼 但是你一定要吃吃看 因為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你吃到不好吃 有可能你吃到你會嚇一跳 為什麼他可以煮出這樣東西出來 這個就是你在練習也好 或是你真的進到這些 這個領域裡面 你開始就要認真去面對這件事情 那至於你打擊欣欣的感覺 有的話怎麼調整自己 很簡單 煮一頓好吃的 自己吃一吃開開心心的 就很好啦 因為你不可能 沒有這個打擊自己的 沒有受過傷害 一定都有 但是你只要記住 你喜歡它 你就去面對它 這沒什麼 好 再來 哈利波特 在煎牛排時 差不多熟的時候加入了少量奶油 並且將奶油淋在牛排上面 最後放置五到十分鐘之後上桌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煎出來的牛排都很油膩 最後只能拿餐巾子趕快吸油 請問這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是否是因為鍋子的溫度不夠的原因呢 其實應該說是 你煎牛排的時候 差不多熟的時候 加入少量的奶油 這個問題都沒有問題 然後將奶油淋在牛排上 其實基本上我們不太淋耶 我們基本上就是 你牛排在煎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靜置啦 但你如果靜置要回去 要再重新再煎過那時候 油膩要很高的情況之下 我就那個時候把奶油放進去 然後牛排下去 基本上我只是把 牛肉外面再煎得再脆香一點 溫度還是要很高 你拿起來 你沒有淋奶油這個動作 沒有淋這件事情 那放置的話 你放五到十分鐘 其實不用啦 大概放兩三分鐘就夠了 你冷掉之後 那牛排也不會好吃 在煎冷凍干貝的時候 我用跟煎牛排的方法一樣 可是出水很嚴重 就算拿餐巾子吸 也是還是不斷的出水 干貝煎出來都濕濕的 想請問有什麼 比較好的解決辦法嗎 我的調味都只有用鹽巴跟胡椒 干貝有撒一點點的麵粉 鍋子是使用不沾鍋的平底鍋 好 這題我直接做給你看 好 哈利波特哈同學 因為你的這個title太長了 所以我就叫你哈同學好了 你有提到說 剛剛你有特別講 這個干貝你煎的話會出水 那其實是因為冷凍干貝的原因 那冷凍干貝會出水當然 所以你要用紙巾吸 但我不知道你是怎麼吸它 但是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最好是你要煮的前一兩個鐘頭 就要吸它了 讓它整個水分都吸到 那個干貝幾乎是沒有水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它就比較不會出水 如果說你的干貝是可以煎到完全不出水 那說真的你的干貝可能太乾了 你吃起來就沒有那個爽口的感覺 那會出水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你的解凍沒有完全解凍 所以它裡面還是有一些冰在裡面 或者是已經它雖然解凍 它那個泄水的過程還沒有結束 那你就把它拿來烹調了 這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以加鹽可以不加鹽 雖然我不要加鹽好了 你可以加鹽可以不加鹽 那你剛剛信中你有提到說 你會撒一點點的麵粉在上面 麵粉只是讓它多一點香氣 其實它會吸一點點水分 但它不至於會讓你吸到不會出水 但重點是在煎的過程當中 你有幾個部分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在邊煎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我要一次煎這麼多 家境不錯 你一個問題我們就要買那麼多 好 鍋子不夠熱也是重點之一 你鍋子一定要燒到熱 煎乾杯溫度一定要高 溫度低它就容易把水分就會卸掉 然後這個時候不管你要用橄欖油 用油都一樣 繞一圈 讓所有的鍋子都有油的時候 來進去放進去的時候 來我們把火關掉 溫度夠高的情況之下放進來 好 再把火打開 剛放進去的時候不要馬上動它喔 因為你要讓它什麼 你要讓它下面的那個麵粉結塊 煎起來就會比較漂亮 溫度你看我的溫度是拉得很高的喔 它並沒有泄水的情況 你可以看 連聲音都不多 那你要翻面你就把它直接翻過來 有沒有 煎得外面就有點恰旁恰旁了 喔喔喔喔喔 好 再放回來 那你又擔心說裡面還是冷的 好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火變小 那有蓋子可以蓋一下蓋子 讓它稍微燜一下 它導熱就比較容易倒 因為基本上我們在煎乾貝 我們不會把它煎到它完全熟 那你鎖住了一邊之後 另外一邊你就不能太擔心了 整個外面也乾乾了 裡面濕潤度還有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了 香喔 好 這個是我們今天你給我們的問題 真的是我們煎出來乾貝 沒有任何泄水的情況 你可以試試看 好 再來 我最好奇的是影片中那條 插沾板插刀具的抹布 它到底是什麼材質的呢 是什麼尺寸 通常會準備幾條替換呢 又是怎麼樣消毒清洗的呢 我的那個白抹布就是去大賣場買的啦 就是一般正方型的抹布啦 那抹布因為在餐廳也好 或是在 很多人會用不同顏色的抹布 那我是比較偏好白的抹布 那我們會怎麼樣 就是你洗完 就是用完之後 我大概因為 錄影的話當然會都 有一次錄完影會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在家裡面 或是我來這邊自己煮東西 大概兩三天 我才會做這件事 但每天清醒是一定要有的啦 那你如果說你要清洗抹布怎麼清洗呢 首先你把 抹布呢 你用肥皂稍微洗 洗乾淨之後 然後再煮一鍋滾水 把這個抹布丟進去 那就煮滾之後把它拿出來擰乾 這個時候你的抹布如果還是夠白 你就不用漂白 那如果說你覺得它不夠白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 你可以拿一個鍋子 然後把這個水放一點進去 然後倒一點漂白水 那你記住你的抹布不能整球丟進去喔 你要一張一張一張 就一片一片一片把它疊上去 然後都泡到水 水不要多 因為你水多 漂白水量就要多 所以等於是剛好蓋到抹布這樣 那你放一個晚上 那隔天來的時候 記住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用手去拿 因為漂白水對手不好 你可以用手套 那你如果沒有手套 先用夾子 拿起來之後呢 放到水槽裡面 稍微把它稀釋之後 然後再去戳洗它 那你如果很在意 漂白水可能你在用完之後 你在擦的時候 會有那個 讓你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你也可以再煮一次 反正這樣的話 你的抹布呢 可以一直維持在很白的狀態 那如果說你漂了也沒用 或是它漂了之後 它的那個因為久了 它的上面的棉絮會脫落了 就該換一條了 去大賣場買了 一次一疊 不貴 好 再來是 請問詹姆士 氣炸鍋炸的東西 和油鍋炸的東西 吃起來口感會有不一樣嗎 有差喔 有差喔 但 它就是有差啦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本身 我不太用氣炸鍋 因為氣炸鍋 它不是不好用 但它的量很小 放進去就小小一個這樣 我在煮菜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太小了 那 呃 油鍋我不太去炸 因為在家裡面不太炸 但是你可以半煎炸 那就可以 那油可以用別的菜都用掉 那其實不難 好 請問和風醬沒有清酒的話 可以用什麼替代呢 要用米酒囉 不加也可以啦 好 再來 吳士哥 我是一個馬來西亞的忠實觀眾 想請問一下 炸物的粉漿要怎麼調 才可以讓炸物就算冷了 也可以保持酥脆的口感呢 聽過調天婦羅粉漿的時候 要用冰水 這個是正確的嗎 呃 首先炸物有很多啦 天婦羅是炸物嘛 我們呃 比如說像天不辣 它就是天婦 我們所翻的天婦羅 那如果說是 就是 KARAGE 或者是ABFLY 那是FLY 那又是不同的炸法 那你如果說是ABFLY 它是沾麵包粉那個 那個基本上你只要 你的食材 它不是屬於冷凍的狀態 它是常溫 你水也吸得夠乾 你沾了 就過三關嘛 你沾了麵粉沾了蛋 再沾了麵包粉下去炸 涼掉之後 它外面一定還是脆的 那記住就是 你不要說炸完之後 好不容易脆了 你帶麵包把它蓋起來 那水一悶它就不脆了 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天婦羅 天婦羅基本上 你說你要放到涼掉 又可以維持脆度 它有它的難度啦 它不會像剛炸出來 所以為什麼你要說天婦羅 最棒就是坐在桌邊 人家馬上炸 而且是一個一個上喔 它不是一盤炸好給你喔 像你很多天婦羅店 它就是一個一個炸 你就一個一個吃 那是最好的狀態 那天婦羅粉漿 剛剛要使用冰水 它冰水的原因是 讓它裡面的蛋白質 稍微凝固一點點 所以下去炸它的脆爽度 會更好 你可以試試看 是正確的沒有錯 好 接下來阿正 剛剛看了北投天婦小吃的介紹 謝謝你找到了我從小吃到大的 那間大腸麵線 因為在外地讀高中之後 我就再也找不到了 這間麵線都會沿著大同街 到處遷移 最早四十幾年前 在大同街往復連山村的橋頭 後來移到了北投市場 之後就再也找不到了 現在找到了 唯一一家會加豆皮的麵線 是不是已經到了第三代了呢 真的謝謝你 回國之後我一定會再去吃 另外四十幾年前 貝貝幼兒園同學的母親 在中和街傳統市場裡面 開了一家魚酥更麵 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你去買臭豆腐的時候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好 我去買臭豆腐幫你找一下 但我買臭豆腐很晚 魚酥根本我好像沒注意過 好我下次會注意看 阿正 也希望你在國外一切平安順利 好不好 有機會多回台灣 然後直接吃你 從小到大 常吃的一些食物 因為我到現在還是一樣 我去了很多地方 只要到了那一區 我如果沒有去吃我小時候 常常吃的那一間 我就覺得不踏實 我想你也是跟我一樣的 好今天呢 的姆士頭信箱呢 我們就回答這幾個問題 那當然還是有很多啦 我覺得這次的問題問得很好 都是很精準的 為什麼說精準 當然也是因為我們大會有挑啦 如果你要問問題 你可以再講得仔細一點 那你如果說可以教我做義大利麵嗎 這個我答不出來 可以教我做滷肉飯嗎 我答不出來 魚酥根麵怎麼做 我答不出來 為什麼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你可以用你在烹調的過程當中 遇到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問問看 那如果說我答不出來 我也會想辦法去問一些 老師傅也好 或者周邊的人 那我再給這個答覆 好 今天的姆士流信箱 到此告一段囉 拜拜